便宜几千台卡贴机 那狗都不用吗 最担心的问题无非就两个 第一信号不稳定加续航差 小羊就从刚刚到货的60台15PM里 随机抽出一台 对比下国航的信号以及续航 看到底有没有区别 这是一台256内存量级的15PM 电池100 充电次数的话也只有27次 价格只要5499 比国航足足便宜了3000 小羊就叫大家一招 让信号变成国航一样 首先在设置蜂窝网络中找到主号 打开SIM卡应用程序 点击加载IPCC 不使用WiFi并继续 按住返回键 滑到软件更新完成 最后吸屏 等待显示信号归来就可以了 信号测试前 我们先看一下两台手机的电量 都是80% 首先我们进电梯进行信号测试 这一波卡贴的先进来 这个看一下这个速度 我靠速度确实可以 但是进到电梯里面后 确实网络会差一点点 但是可以正常使用 现在已经上来了 然后现在国航的一直在转圈圈 这一波在电梯里面都是5G一格信号 但是卡贴的直接完胜 入三楼停车场 我们直接测试信号 20度的一个速度 这一波的话在-3的这个情况下 这一个国航又后来聚上 但是现在两者的话 是在差不多的一个层次 这一波的话卡贴的话小胜一点点 现在我们开始室外的信号测试 好这一波卡贴的直接反超过国航的 这一波的话在室外的直接卡贴完成 经过这一轮的测试下来 两台iPhone15片目的剩余电量为 卡贴剩余77% 而国航的话剩余76% 这个结果 居然卡贴的比国航的还要更要省电 不过本身15片目 它就是续航天花板 所以小羊认为这个差距可以忽略不计 综合上面的信号以及续航表现 大城市卡贴的15片目和国航没有什么区别 使用起来真的是差不多 而且操作起来也是非常方便 直接插卡即用 审时审利 毕竟能比国航省下3000万 花更少的钱 有一样的体验 你让手把手教我 你多少钱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128是吧 哇你这个太暴力了 我能不能 你已经 你不用工作